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今天 谢娜回归快乐大本营的最新一期节目终于开播了 而在开播之前 谢娜也在微博发文说 今晚C位出道 请多关照 而谢娜在这一期的快乐大本营中的表现也非常的不错 虽然这么久没有登上快乐大本营了 但是谢娜依旧很有芒果台一节的风范 主持功力和搞笑能力还是那么的强 而在节目中 张杰还给谢娜准备一个惊喜 给谢娜亲自写了一封信 何炯更是亲自把这封信读给谢娜 以及在场的所有人听 张杰的这封信记录了谢娜被孕生娃的过程 以及其中一些令人感动的事 在何炯读信的过程中 谢娜泪水在眼里打转 差一点就流出来了 估计怕会妆容 所以谢娜还是忍住了吧 而现场的其他人听了后也十分的感动 节目嘉宾刘维也差点落泪 而主持人李维嘉也差一点就哭了 整个场景还是非常感人的 不仅台上的嘉宾和其他主持人非常的感动 不仅台上的嘉宾和其他主持人非常的感动 部分观众也差点落泪 看来张杰写的这封信真的很深情啊 居然让这么多人都被感动了 但是正当众人处于快要落泪的时候 不料信中又传来了笑料 张杰在信中说谢娜想给孩子爸爸织一条尾巾 但是毛线却准备的不够 因此最后只好改成了微博 众人听到这段后也纷纷大笑起来 谢娜自己也忍不住仰天大笑 这个转折点也太及时了吧 拯救了这么多人的泪点 此外 节目组还在节目中晒出了两人在被孕期间的一些撕拍合照 根据照片来看 二人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温馨甜蜜哦 虽然张杰没有能够来到节目现场 但这封信也足以代表张杰对谢娜的爱 如今两人还有了自己的可爱女儿 相信未来两人会更加的幸福吧